你把牌那个赢过78万 嗯 一把牌得78万 还能够我牌举你看呢 看咱那手法啊 你是抓牌还是发牌 发吧 发呀 行 怎么都行 抓也行 怎么都行 我们也不会呗 抓 抓吧 抓应该是什么 我这告诉你 他也要是吧 什么最大 三枪 三枪最大吧 你打开发是什么牌 不会吧 哇 现在下去报告 四马台 三A 三A 对 不光他有三A 我这也没有 这 但是你这个没有 比如说你这什么牌啊 你这是两个 两个 两个 一个七 两个 一个七 你看 这两个一起没问题 对吧 那这牌拿回来之后 再用手来啪 刚才满红钢的手法 他是如何做到的 接下来呢 我以半公开的方式 把他揭秘了 现在我拿到三张杂牌 我不想要 我只需要给他这样子晃一下 就直接给他变成三个A了 如果没有看清楚啊 咱们再来一次啊 接下来我给他表演个更加高级的手法 咱们给他这样子洗一洗啊 你看一下啊 这样子洗没有任何的问题啊 无论观众怎么洗这么切啊 我想要什么就能来什么 然后呢 洗完以后呢 观众可以切牌随便再切啊 无论他怎么切都可以 切完以后呢 咱们一张张给他这样子摸出来啊 咱们用这个牌呢 都是一个普通牌 超市里面买那种啊 咱们这种不需要什么道具牌 我们讲究的是有方法 是有技巧的 咱们都是手法来的啊 来 先开看一下啊 咱们拿到什么牌啊 我拿一个瞬间 看一下啊 这把牌非常大 对不对 好 咱们这个瞬间对面呢 看一下是拿什么啊 对面是拿到三个K啊 好 这个时候呢 你肯定会觉得我输定了 对吧 当你这么认为的时候 你错了 其实呢 我刚才在看牌的时候 我已经把它变掉了 对吧 咱们这个再叫真正的